大家好 我是小杨 今天我们谈谈 董王 8月8号 美国FBI 搜查了 董王在佛州的豪宅 董王可是 生长在纽约的政客 但是佛州 有一处 豪华的庄园 叫做海湖庄园 在纽约的董王 当时不在庄园 他发了一个视频 说趁我在纽约的时候 FBI特工 包围袭击了我的住宅 这显然是 董王的语言风格 喜欢说的比较生动 比较有戏剧性 据现场的人员说 FBI特工 在搜查前 几个小时 就已经联系了 为董王负责的 特工人员 告诉他们要过来搜查 双方也很配合 总统 在白宫期间的 很多记录 属于公共财产 不属于 种种私人 卸载之后 这些东西 都要交给 美国国家 联邦局管理 这个规定是在尼克松之后就有的 但这个规定的约束力并不是那么强 搜查一个前总统的住宅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手续上要完备的 首先 FBI的局长要通过 美国的司法部要通过 而且要获得搜查令 FBI探员也好 美国司法部的工作人员也好 要向地方法院 法官出示文件证词 证明所掌握的证据 非常有必要搜索住宅 这样 法官才会改搜查令 FBI的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 不是民主党人任命的 而是董王当年任命的 如果FBI的这次搜查结果 什么都没有 只是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根本不足以证明 董王犯了什么罪 这对民主党人来说是失败的 对董王的大选反而有利 美国的共和党的一些大佬 反应也挺有意思的 董王的一些铁杆支持者 为董王喊冤 说是政治迫害也罢 还是怎么着 一些比较稳重 比较老成的 比如董王的竞选搭档 前副总统 彭斯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员 麦康奈尔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声明 认为事情发生以后 民主党员 FBI 司法部 要给美国人一个完全透明 彻底的交代 共和党人如果对于董王的这些机密文件 没有反应 那么拜登及其民主党人就可以坐烧余力了 但是不管 飞扬了 美国正在打开一扇无法关闭的大门 董王家的事情继续发展了很多天 各方势力也都相继下场了 今天一个独家新闻网站 收到了西岸人的爆料 FBI 史无前例的搜查前总统 董王的住宅 这本身存在重大张艺与风险 现在必须把它做成铁案 他到底藏了什么 如果在他家搜出了那次花花公司 根本不够看的 奥冠海把文件存在了国家档案馆 董王则是把文件放在自己的海湖庄园 有人就表达了 如果你们秉公执法要严查董王 你是不是也把前面那些总统也都查一下 之前的前总统 这里面利益纠葛好玩的事可就多了 知道这些绝密文件的人 是跟董王关系比较近的人 然而选择跟FBI告密 这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不管是这个什么政治立场 告密都是被人抵视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共和党的参议员 众议员已经破口大骂了 共和党说那是彻底彻逃彻尾的无耻行为 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长时间亲密的战友伙伴 现在的情况是FBI也陷入了一个困惑 他们深知董王的政治力量非常大 还容易陷入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党争漩涡 之后又会被董王拿来进行舆论工具化 董王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事给捅到社交媒体了 FBI采取这种偷偷摸摸的抄家行为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比较中立执法 纯粹是在下扯的 民主党希望司法部长加兰出来承担责任 不管FBI搜出东西或者没有搜出东西 加兰的名字要写在美国的历史上了 史无前例的去搜查美国前总统的司法部长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 是绝密文件还是总统本人 事实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媒体 就算是民主党的人也非常清楚 这些当过美国总统的人才是最大的国家安全 毕竟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在他的脑子里 总统看过所有以前和正在发生的机密文件 像董王这样大嘴巴的人 什么能保证他不说呢 所以说真正涉及绝密文件 时效性都很短 我们说危害性最大的美国历史上的遗留答案 像马丁路德金 马利联盟路 肯尼迪事件 一系列的秘密都在动网的脑子里 所以民主党人的目标是阻止他去选总统 拜登为首的民主党要给他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董王依然拥有一批坚定的骂嘎支持者 愿意为他去牺牲 他的影响力依然巨大 更不会说这两天在美国所有的媒体上 到处都充实着暴力 企业子弹上膛 甚至说出了杀掉司法部长 联邦调查局局长 各种各样的声音威胁要杀掉他们 而且最新的信息印证了我们一开始的预判 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海湖庄园 是为了寻找董王参与美国国会暴动骚乱的证据 当然不仅于此 拜老爷子在下一盘大气 最新的美国媒体报道消息表明 依据司法部已经公开的法院签发的搜查令 董王还涉嫌违反美国的间谍法 这可比参与什么国会神骚乱这事要重 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 最高可判30年 哪怕就判一年 那么董王2024年就别再选了 目前根据美国的多个民意调查公司 董王的支持率很有可能再当一次美国总统 所以现在民主党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 根本就不能让他参选美国总统的机会 民主党对董王进行的就是政治追查 不管用什么包装 用什么名义 总归一条把董王彻底的搞臭弄死 能送进大牢里做监狱更好 送不进去的话 也不能让他在东山在西 说穿了不就是这么点事吗 由于涉及到间谍法 共和党内那些盟友和支持者 最近的调门也低了 你比如说中国的历史上一开始也都是拼政治搞变法 但是拼到最后呢就拼下三路了 那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下三路简单吗 反正我也辩论不过你 我呢就给你报一些黑料吧 这就简单了 我把你搞臭你就完了 有人说 美国自由民主法治如何如何 首先要明白三权分立当中谁最厉害 一定是立法最厉害 而不是司法最厉害 三权分立 行政司法立法 看起来司法管着行政 司法在某种程度上也管着立法 这样可以对有一定地位的人有个约束 你比如尽管你是王孙公子高管商家 你也不能吸毒 否则就如何如何 但是问题在于 司法要执行什么样的法律 是那些参众两院的议员投票说了算 这些参众两院的议员控制着最终的立法权 那立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是由党派构成的 而那家党派里边 很多就是王孙公子高管商家 这就好办了 把吸毒这条拿掉不就行了吗 不能解决这件事 就把解决这件事的人干掉 所以美国现在不用禁毒了 自来司法就不用管了 这就是立法最厉害的地方 也是美国人认为立法院高于行政院的原因 第三个就是这个听证会 不担定董王的罪 还想要搭董王变车的人全部完蛋 包括一些参众议员 还有董王的死忠马感 如果这些拜登以及民主党全部都做到了 那么中期选举将是不可思议的逆转胜 当然是在破坏美国政界过去不长文的规矩 腿一万步说 今天的一个董王倒下了 明天来了个似是而非的人 似董非董 他比董王似董非董的人选总统 难保明天更加激进 号召力更强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实事早样凶 FBI带走一大堆的所谓重要的东西 民主党为了置董王于死地压上全部 要给董王安一个刑事案件 如果那样的话 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因为按照刑事 还有可能董王就不能选2024年了 那么谁能控制 马嘎这股可怕的力量 会不会对共和党有巨大的反噬 实际上 民主党偷偷资助了 杨德共和党的选举 董王支持的参众议员多数胜利了 而这次民主党打算用间谍罪收拾董王 让马嘎的死忠支持者最终土崩瓦解 民主党为此还捐了4400万美元 民主党这手玩起来还是比较阴毒的 董王现在主要靠他的铁杆马嘎 当然还想通过马嘎来蹭他的热度的一些共和党政客 这些参众议员只要力听董王 就能够度过危机 但是他们一撤火 有骨子釜底抽薪的感觉 原因就在于搞死董王的不光是民主党人 共和党内那些和他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 也想在2024年参选这个总统的人 还有一直对董王心还不满的那些人 他们都在和民主党人私下勾兑 开始联手 那么董王最后会不会集结他的支持者 困兽游斗 孤独一致 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才有可能让董王度过这场悲戏 截止到目前为止 董王只是借这个机会 继续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人 说民主党人故意搞他 借此号召大家 绝狂给他 我觉得董王这个商人 动不动就是钱钱钱 似乎董王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不要展开绝地反击 殊死一搏 现在还看不出来董王有这样勇气 普世公认 美国这些年不断的衰落 美国政坛完全老化了 执政者年龄都太大了 特斯拉的马斯克很早就尖锐的指出了这个问题 全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在那表演 就跟他妈的过家家一样 你打我一拳 我还你条腿 老人治国有先天性的缺陷 固执僵化 机械易怒 你看看美国这些年干过什么事 上了年纪 还有那种心理疾病 非要做出一些错误决策来出气 脑子出了问题 最终把美国搞崩溃了 现在爆发内战的风险依然很大 我们来分析一下查抄董王家的后续影响 第一是真想搞定董王的罪 就用尼克松那一带搞的总统记录法 不允许把文件带出总统官邸的地方 而且可能要罚款和重罪坐牢 而且不能在美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 但是很少有人认为这件事会发生 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大家就在江城 然后一些媒体开动娱乐玛丽 天天说董王是罪人 一直搞到中期选举 至于有持锤的证据吗 你懂的 这种方式能伤害董王的基本派 还可以削减跟随董王的政治影响力 有的地方政客会意识到要找下家了 以此来动摇共和党人的军心 毕竟不都愿意跟着董王走 跟董王切割 寻找新的靠山 自己的政治生涯还要继续往前走 如果这些文件不能作为证据加以定罪的话 又找不出其他新东西 包括董王违反间谍法 哪个时候 拜登及其民进党 拜登及其民主党就下不来台了 不过董王也是稀里糊涂的 年龄也大了 有什么致命伤害的东西 自己清楚吗 拿走着的这十一箱材料当中 有没有足以以建方侯的证据呢 还等什么 还不绝地反击 难道心虚了吗 民主党人这一次玩大 动静这么大 使用国家的公权力 对前总统进行政治追杀 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的历任前总统下来以后 都受国家宪法保护 试想一下 即便就是把董王给做死 未来共和党人要是上台 难道不会有样学样吗 那将来对民主党的追杀 难道不会发生吗 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吗 一旦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下去 那美国社会就彻底的分裂了 我们这一代人 曾经非常崇拜美国 欣赏美国 敬佩美国 现在看来美国越来越不值得敬佩 越来越不值得尊敬 美国的政党恶斗变成了对个人的全面的政治迫害和追杀 美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威望和信用都已经破产了 归根结底 美国的政客都太老了 看看拜振华 佩统一 奥关海 以及我们的川宝宝 现在社交媒体已经是全民大战 再加上美国的通胀率 大规模枪杀 俄乌冲突 美国第三号人物 佩统一到台湾给中国上演样 那么我们的拜老爷子这几天干什么呢 新冠三天 现在美国公众无论哪方都表示要FBI来表态 到底敲到什么东西 到底带走了哪些东西 毕竟有些人脑子快 马上联想到中期选举 对董王的影响 以及整个狂躁 马嘎的群体的影响 董王的马嘎 不会让你走到哪一步 你已经看到 马嘎能做到什么了 团结在一起 要直接把国家放杀掉 谁相信你FBI还是铁面无私 谁认可 法官是司法公正的 拜征 其亲民主党人这么玩 是在玩火 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中期选举很危险 不管这件事往哪里发展 大家看的是津津有味 我们会密切关注 咋思 高尔基说的好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美国经常有一群马嘎表演 拿着枪互相对轰 美国要避免这样的流血事件 避免社会的撕裂 当然 只要双方打的激烈 裤衩飞上天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一定会鼓掌叫嚎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